第1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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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電影洛克 玩家最喜歡的關線槍遊戲是哪一款呢? 當年在大型遊樂場中那些震撼的影音效果 獨特設計的特殊框體 讓你完全能融入遊戲裡的槍戰世界 隨著自暈雙槍、VR戰警、那些3D遊戲的進化 玩家所需求的感官刺激也越來越重 於是SEGA於1996年誕生了死亡鬼屋 這款關線槍遊戲 讓玩家認識到所謂的槍戰遊戲 不只是發生在警匪對峙的世界裡 隨著玩家的需求越來越高 在軟硬體設備技術的提升之下 遊戲廠商的腦洞也越開越大 死亡鬼屋中所面對的不只是拿槍的歹徒 而是經過人體實驗進化過的生化武器 所以說到關線槍遊戲 死亡鬼屋會比VR戰警 這些始祖更具有知名度 除了大型機台 死亡鬼屋後來也在其他平台上推出許多續作 可以說是光線槍遊戲裡的重大IP 而現在懷舊當道的眾多遊戲中 死亡鬼屋有終於重新站上舞台 Forever娛樂於日前宣布 將於2021年在Switch平台上推出 SEGA經典電玩光線槍射擊遊戲 死亡鬼屋的重製版 保留當年援助的多重結局路線 與快節奏的光線槍射擊玩法 以現代技術從事過的經典舞台 讓當年的多邊形怪物更加真實 緊張恐怖的遊玩氣氛也越來越緊湊 趕快按下訂閱點讚後 一起來看看死亡鬼屋重製版的進化歷史吧 其實在前些年 Forever娛樂與SEGA就已經簽訂合約 計畫開發死亡鬼屋一代與二代的重製版 將會升級為符合現在市場的畫質 遊戲玩法也會稍微修改 不過遊戲的原始劇情將作保留 也就是新的重製版 會利用Switch的獨特手把 製作符合光線槍遊戲的操作 經典的裝填子彈也會透過Switch實裝 不用再購買光線槍周邊 就可以玩到真實的體感槍戰 近來很多遊戲的重製版 都重現在Switch上 雖然初期曾被戲稱為懷舊主機 但隨著遊戲越來越豐富 主機也跟著長紅大賣 在這邊提一下 Forever娛樂這間公司 就是重製悲龍騎士的廠商 這次的死亡鬼屋重製版 應該也會不錯 原作死亡鬼屋是SEGA於1996推出的作品 是一款光線槍射擊遊戲 早年只能在大型機台上看到它的棕櫻 而且還在大型遊樂場 才會擺放它的特殊機台 像是在湯姆熊 或是寶林球款 只看得到 如果是雜貨店裡的電動間 那是不可能的 遊戲以震撼的影音效果 真實的體感槍戰助理 當年槍戰遊戲 我記得至少要投10塊錢 到了後來遊戲越來越進步 甚至要20元才能玩100 死亡鬼屋大部分的人 一定只能玩到第一關或第二關 所以每當有高手在玩 其實微關的人還蠻多的 畢竟玩到第二關之後的人不多 除非你有大量的零用錢 要跟它拼破關 死亡鬼屋不同於光線槍遊戲 常見的警匪槍戰 遊戲主題以人體實驗製造出來的 生化兵器 也就是你得面對當年少見的 活屍、僵屍 這些活屍有著強悍的生命力 有的畫上你一輪子彈才能打倒 針對不同種類的怪物 弱點部位也不同 一個半甲裡有6顆子彈 如果6花全部射完 必須向光線槍移出畫面 重新裝填 所以遊戲除了打得快、打得準 裝填子彈的死機也是存活的一大關鍵 主角一條命中有5斬燈火 代表著被擊中的5次機會 子彈擊中怪物時會有一些後仰動作 可以些微的阻擋怪物進攻 當然也有一些怪物完全不講理 躲在螢幕最邊邊的強角 在毫無預備動作下就可以一刀 集中怪物噴出來的血液是彩綠色的 比起人形殭屍還有昆蟲、動物做出來的生化武器 BOSS戰更是有揮舞著翅膀的惡魔人 或是全身向上盔甲的生化機器人 BOSS通常全身都沒有弱點 只能集中開頭任務提供的特殊部位 才能給予傷害 其實整體遊戲氣氛相當詭異 如果不是搭配光線槍的緊湊感 或許這會是一款恐怖遊戲 敘述兩名探員為了追查瘋狂科學家 所引發的危機 持槍深入險境 對抗生化怪物的歷程 劇情講述的1998年 AMS組織探員羅根 接到了來自他未婚妻蘇菲亞的求助電話 原來蘇菲亞在著名的生物學家 Curian的實驗室 遇到了一些詭異事件 羅根趕緊叫上他的搭檔 G趕晚實驗室 卻發現那裡已經被一些不明生物所佔領 原來Curian沉迷於研究自然生死 製造出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恐怖生物 於是在DBR公司的贊助 以及自己的科學團隊支持下 Curian開始了實驗 難能實驗進度的緩慢 卻漸漸地把他逼得精神失散 他的行為變得越來越怪異 實驗也開始往可怕的方向發展 造出了各種疫情怪物 最終他做了一個可怕的決定 在實驗室裡把他的實驗對象都放了出來 了解到情況危急的羅根跟G 決定闖入實驗室 救出蘇菲亞以及其他的幸存者 於是他們就要很Curian的生化怪物軍團 硬碰硬大幹一場 經過一般與各種喪失怪物的基站 兩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蘇菲亞 卻眼見他被長得像都市傳說裡的惡魔人 一樣的怪物抓走 兩個人窮追不捨 但隨後一直穿戴著裝甲 手持巨魂的怪物CAP27出現 給了蘇菲亞一擊中擊 已經焉焉一擊的蘇菲亞告訴兩人 他們必須阻止Curian博士的邪惡計畫 不然還會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 然後兩個人繼續搜查 在突破傷屍群之後 總算發現了Curian博士 Curian博士對一切毫無悔意 又放出了一隻蜘蛛蟹一般的巨大怪物 好不容易打敗了他們 羅根跟G追上了Curian 走投無路的Curian選擇放出了殺手劍Tablin 一個頭上長角 全身披滿盔甲 兩隻手褲被更改成利爪 而且還會噴出火球的最終人型兵器 不料Tablin遵從毀滅一切的指令 一出來就先殺死了Curian博士 Tablin全身都沒有弱點 玩家只能不斷打掉他噴射出來的火球 等待他雙手打開的一瞬間給予傷害 羅根跟G經過了一番二戰 才最終毀掉了人型兵器Tablin 而Tablin也不同於其他怪物 他留下了最後警告 預示著更可怕的災難即將降臨 為二代劇情留下了苦力 由於遊戲多重結局的設定 最終不管條件不同 邁向的結局也不同 所以本代遊戲總共有三個結局 那就是羅根跟G 離開實驗室的時候 蘇菲亞的生死所決定的不同結局 蘇菲亞有可能死亡 也有可能會變成喪屍 全看當時的破款條件 即使以生化危機為主題的遊戲 在1996年同年還有一款眾人皆知的恐怖遊戲 那就是惡靈古堡 相比一下惡靈古堡的人氣自然不在話下 但仔細看看死亡鬼屋的發展歷史 仍然表現不俗 至今也已經推出了五款作品 從一到十元的大型機台 橫跨到多平台的家用主機 在光線槍遊戲的領域頗記影響力 後來還開發出了輸入英文文記 才能消滅殭屍的玩法 也就是俗稱的死亡鬼屋打字版 利用敲電腦鍵盤的方式 代替原作中的光線槍設計 算是個有創意又有教育性的玩法 因為玩家需要提高自己的打字技巧才能成功 是一款在娛樂性上評價很高的遊戲 也有改變成同名暢銷電玩的恐怖片 講述一群大學生避難的房子 就是那座神秘的建築死亡鬼屋 其實死亡鬼屋延伸出的相關作品還蠻多的 從字版中那古典的放快樂 變成真實動畫人物 其中也有保留一些經典元素 相信大家對這款作品都相當期待 感謝您看到最後的1分1秒 趕快再按下訂閱和點讚吧 下期將介紹曾經瘋靡的打字版 死亡鬼屋 利用打字的方式代替原作中的光線槍設計 帶大家練習一下那又破又爛的英文能力和打字技巧 容赔 成真需要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